大家好 我是黄契淼哥 今天是3月19号 我身处地方是全国最大的二十手机批发市场 为大家讲述呢 真是老黄情 首先是14pro max 1tb的每晚无所双卡 更好的金色 金色呢 可能说相对比的颜色呢 我们拿会会便宜100块钱 那这个机器呢是充电次数比较多 但是电池还是100 像很多机器呢 它的出厂的电池效率应该都是大概的百分之103的105% 所以说你会充电发生很多次呢 都发现的电池还是很高 像这个机器呢 咱们也是拿过成本 也不是那么贵 只要6400啊 不会对比一个512或者是256的贵特别的多 所以说你们在考虑etb大类存的机器 尤其是外版的机器呢 可以着重考虑一下 因为它毕竟优势很大 这个呢是14pro5142G的每版有所的卡贴机 有所的卡贴机呢得配合卡贴使用 14系列的每版都需要改卡 14系列的别的系列 就别的版本的 它都不需要改卡啊 不管跟有所无所他们有关系 都需要改卡 有所机器呢在无所机器的基础之上 需要配合卡贴使用 信号续航呢略微差一点 坏的就是价格呢会便宜1000多 越贵的机器 它便宜越多 像这个咱们这个橙色好电池100的512的 咱们是4500收的 像有所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pro跟pro max差价呢非常的小 这个呢是13pro max5142G的内存 像这个机器呢目前也是掉价幅度是比较多 这个像这种橙色比较好的 我们拿过了只要4500 4500的样子的 如果说你那承受其他一些别的 可能说价格的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贵 各种机器呢都会随着时间推移慢慢慢慢的降 对吧 如果说你觉得东西贵了 你就不要考虑 你再等一等 它肯定价格就能掉下来 当然这个东西呢就是找买一张享受 完美像折扣 掉价呢是必然的 是一定是必然的 就算有短时间的一个行情波动什么的 但是整体的行情都是什么 下掉 这个呢是15plus256G的 这种外观城市还比较好的 电池100的 我们目前市场拿货了 大概要个5100的一个样子 当然还不算改卡 像这种很多机器呢15跟15plus 改卡跟去的10是一样的 15pro呢就可能说不一样了 其然 最推荐的方案 我们还是跟大家说很多事 还是内置 内置的比较稳定 尤其是有所的机器 那无所的机器影响 改别的都还都还好 因为它毕竟性化稳 对不对 最多 主要是还一点就是怕影响到手机内部结构了 到时候影响售卖 对不对 这个呢是s13 这个是64扩拢成513G的 当然这个机器咱们回收呢 就当64G的价格回收 咱们是1350收的 电池是100 外观城市的也还可以 它是扩拢到512 那你说这个机器你是不是能省很多钱 因为当时人家花300多去扩拢 但是我们回收的时候就算堆地内存去扩 去收 当然这种扩拢的这种技术呢 到2024年了 还是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操作方案 当然你说修过主板的怕不稳定 那也是可以 毕竟呢富贵险中求 对吧 不介意的可以上一个什么圆内存 这个呢是X的256G无所单开的机器 像目前这种式的行情呢 大概是1300的样子 X这种机器我们都是回收的 这我们回收了1250就回收了 可能说不会花那么高 价回收 置换 置换的时候别人给的 我给的价格呢也相对给高点 就是这种机器 我们挣个百来块钱也能随便出 对不对 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其他机器真实的奥行情呢 都会在评论下留言 你们的问题呢 奥哥都会一一详细的回复 感谢大家的支持